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今天发表激情演说 强调该国武装部队正在走向胜利 他表示 目前乌克兰在东北部已经解放的城镇和村庄实施了稳定措施 总共夺回的国土面积达到了3000平方英里以上 他在演说中慷慨激昂地表示 早些时候 当我们抬头时 我们总是寻找蓝天 今天 当我们抬头看时 我们只寻找一件事 那就是乌克兰国旗 乌克兰国防部长奥列克希 列兹尼科夫也补充说 反攻的进展甚至比乌克兰预期的还要顺利 五角大楼的发言人也赞扬了乌克兰在南部和东部闪电般的反攻速度 他也补充说 美国会继续向基辅方面提供安全援助 并认为乌克兰的军队在战场上有着出色的适应能力 22名共和党州长签署了一份联合信给拜登总统 呼吁他撤回学生贷款的减免计划 州长们写道 他们从根本上反对纳税人偿还少数精英学生的贷款债务 包括德州州长亚培和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在内的共和党人也声称 拜登的计划将伤害低收入家庭 他们认为这些减免计划将会帮助那些律师 医生和教授这些高收入人群 在获取他们的硕士和博士学位时获得免费的学生贷款 但拜登强调 他的计划以收入为基本衡量原则 该政策也旨在帮助最需要的人 尤其是中产阶级和低收入家庭 年收入低于12万5千美元的借款人 以及收入在25万美元或以下的家庭 有资格获得1万美元的减免 最高2万美元的债务减免政策 则只适用于那些曾经需要助学金支持的家庭或个人 东北大学在今天表示 昨晚7点左右 一名工作人员将一个包裹送到了 东北大学的虚拟现实研究中心 当他们打开包裹之后发生了轻微爆炸 打开包裹的45岁男子手部受到了轻伤 目前已经送往医院治疗 尚不清楚包裹是如何交付 在警方随后的搜查过程中发现了第二个类似的包裹 最终被拆弹小组确定为内部没有爆炸物 也没有能够引发爆炸的系统 不过包含着这个包裹的还有一张便条 其中批评了Facebook的创始人扎克伯格 与该大学的虚拟现实技术开发者之间的关系 波士顿市长吴米强调该事件是当务之急 新上任的波士顿警察局长迈克尔·考克斯也强调 波士顿警察局将与校园安全部门密切合作 以确保居民的安全 在州长纽森最初提议缓解高油价6个月后 加州宣布向所有符合条件的居民发放通胀减免退税款 获得的条件为 个人必须完成了2020年的加州纳税申报表 且申报的个人年收入没有超过25万美元 联合申报则必须低于50万美元 退款将从10月开始发放 一直持续到2023年1月 该州总共将向加州人发放大约95亿美元 年收入低于75,000美元的单身申报者将获得350美元 收入低于15万美元的联合申报者将同样获得350美元 家中有受抚养人的申报者还将额外获得350美元 年收入超过75,000美元但低于12万5,000美元的单身申报者 和年收入超过15万美元但低于25万美元的联合申报者 将每人获得250美元 以电子方式完成纳税申报的申报者将获得直接补助金 而通过邮件提交的申报者将收到一张带有补助金的借记卡